比喻其他这会我们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做明年世界杯前瞻的视频 因为在过去的直播里面经常会有球迷说小七哥聊一聊明年世界杯你看好哪个队夺冠 那么今天我给出我的答案不是说夺冠 但是明年只要他到世界杯的时候不出现大面积的商品 哪怕状态是这样的 我依旧看好他至少近四桥 这个球队的名字叫英格兰 我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在整个欧洲杯之前的整个前瞻 包括比赛开始 哪怕到最后一场比赛 英格兰所有的比赛分析的时候 我都看好他能晋级到下一步 直到决赛我依旧看好他能夺冠 但是运气比较差 大家也看到了 索斯盖特上上去的小年轻法点球 跟实力有关 也跟运气有关 最终比较遗憾 但是我依旧坚定他是明年世界杯四桥固定了一个席位 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最最详细的解答 欢迎大家互动 如果觉得我说的不错 点赞点关注 依旧给三连 感谢大家 首先第一 大众对于英格兰的认知永远是欧洲中国队 对吧 鉴于他们本身带给外界呈现出的这种比较浮夸 或者比较轻浮的一些举动 我们就拿近二十多年来说 首先第一 英格兰从98年开始 每一年的大赛都会怪一个人 98年贝克汉姆 02年西曼 04年怪球场 贝克汉姆打丢点球怪球场的草皮起来了 06年那个C罗把鲁尼干下去了 08年压根没人怪了 怪主教练 怪克洛蒂亚 让他们没进欧洲杯 对吧 10年怪卡佩罗自己本身比较倔强 14年怪斯瓦雷斯 你看他每一届都有怪的人 对吧 这个的体现的根本原因在于 英格兰的媒体之前给大家解释过 它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它媒体本身给这个球队赋予的这些东西过于复杂 我们看不管是之前的埃里克森时代或者卡佩罗时代 这两个人一个人是被媒体所绑架了 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埃里克森那么大年龄了 英格兰的太阳报经常把埃里克森卡卡卡各种那种新闻拿出来 说其实埃里克森这么大年龄了怎么怎么怎么对不对 另外卡佩罗卡佩罗本来就是一个倔老头 他本来跟人相处媒体相处就不好 他们会说卡佩罗是个倔强 老头啥其他那几个本土英格兰州教练 我们就不说了 放一边 同理我们再看一下 英格兰媒体给他球队营造了另外一层浮夸在于 每一次英格兰出征时候各种帅 英格兰最强一届出征了 进到比赛入地之后 所有的全球媒体开始关注这些备战 英格兰永远第一个是 英格允允许太太团 或者不允许太太团到达住地 是不是 大家看这个新闻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部环境过于浮夸 也比较像我们说的 也营造出了这种欧洲中国的防疫兵 那么第二 英格兰人爱吹他们本身的这些球星 也就是我们说的户口本 为什么今天大家经常说 英格兰的户口本本身是自带3000万欧的转汇 对吧 你像统里包括什么 那个格拉利什 包括我们说凯恩给 包括马可尔的这些身价 是不是比别人要高一些 这个不是说他现在才有的 这个是自古英格兰都有这些 我们就拿他最巅峰的那0406年 吹的最高的那些阵容 是的 不管是欧洲被世界出征的时候 这是我们最棒的一次三世军团出征 你看我们的阵容 中场双德加上David Bighan 封线我们的追风少年已经开始成熟 我们的欧文正处于人生巅峰 还有我们的天才少年 维恩隆尼 我们再看一下后防线 大英英兰最传统 最有勇敢的心的约翰特里 再加上我们说阿什里克尔 再加菲迪南德 再加坎贝尔 再加加加利内 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永远还是最强 但是比赛本身表现出来很拉胯 他没有战术 双德不能兼容 他们无视 同理他们只会吵架 说是双德怎么不说 他们接下来会怎样调整出来 然后呢他的战术永远只有一个 David Bighan右路起球 然后运气好夸中路进球 撞一下进球 另外Bighan 06年世界杯扔一球那种 30多米卡运气好近一个 永远是这样 但是他们依旧很嗨 英格兰被淘汰了 找一个踢醉羊 都怪他回到国内之后 乐此不疲开始循环 但是 为什么到16年 18年之后 尤其是在索斯盖特之后 我开始很看重英格兰的原因 如下几点 第一 我看好索斯盖特 因为索斯盖特是至少 20多年以来 英格兰最务实的主教练 他不像过去的这些人 我们刚说的 埃里扣松 或者卡贝罗这样的外籍主教练 会被英格兰的媒体绑架 同理其他那些本土主教练 他本身在英格兰所取得的这种成就 有几点是我特别特别觉得棒 首先第一 他懂得给球队营造一个比较本分的氛围 你看索斯盖特跟媒体记者的整个沟通 他没有多余化 而且大家看他的所有的形象 场边 没有大喜或者大怒 大家注意去看 包括英格兰在欧洲杯几前 他们晋级决赛 打到半决赛那些晋级中 教练走的球员 包括球员都很兴奋 索斯盖特就这样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视频 他就这样一下 同理 大家记着欧洲杯结束之后 英格兰做采访 去采访索斯盖特的父亲跟母亲 两个人的风情也是两极分化 他妈妈就说索斯盖特太棒了 把英格兰带到这样的成绩 他爸从头到尾不屑一顾 那个不屑一顾跟中国 包括全球的英格兰球迷一样 就是英格兰这样的阵容 踢成这样太恶心了 踢得太狗了 踢得太难看了 太保守 但是索斯盖特反而这种保守 让我觉得这个球队更可怕 这是我们说的 我看了索斯盖特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 英格兰的基本面实力 就是全世界目前手一手二 手三前三的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他不管是打四后卫 或者打三中卫阵型 他的基本阵容 我们解读一下 斯多卫的 卢克肖斯通斯 再加一个马克尔 右边后卫 凯尔沃克 包括还有阿诺德这样的人 还没有上 还没有算 中场这些 不管是赖斯 菲利普斯 再说我们说芒特 包括大家能向到的福登 该有的全有 还有亨德森这样的 稍微年龄大一点 然后封线上 有哈里凯尔 还有我们说的这些 就萨卡 还有拉什福德 桑乔 就大家能想到的斯特连 能想到的 该有都有 如果打三中卫的话 把凯尔沃克移到中间 三个人 要高度有高度 要转身有转身 要卡位有卡位 要对球路的预判 有球路的预判 两个边路 卢克肖那边 可能还有一脚 好的传球 这边有速度 右路有速度 有爆破 风线上可以选择 如果对方跟你打对攻 他可以上桑乔 上萨卡 这种百米速度 跑到11秒之内的 包括拉什福德 跟你对干 如果打攻坚战 打小菜狗的时候 他可以上福登这样的人 包括我们说凯恩 也可以在曼城的体系下 打这种控制力的走凶 对不对 包括还有格拉利是这样的 就是他可以根据对手 来挑自己的打法 以及阵型 这是他很恐怖的 当然有球迷会说了 齐哥 马奎尔都表现成怎样 但是咱们客观想一句 马奎尔跟我们说的 林加德这样的 就我们说的林华 他们在国家队的表现 好不好 很好 马奎尔在欧洲卫席间 拿过两场比赛 被私下 包括官方评选过最佳 这就是马奎尔在国家队 交出的答卷 我们得把他近期 在俊乐部状态不好 跟国家队表现分开 有的球员还真是这样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 英格兰你不管怎么说他 但是他的基本面的这些实力 确实现在在另外一个维度 而且他第三点 他球员本身的年龄架构 太夸张了 他是老中青三代 该选的人才全部都是拔尖的 大家知道过去几年 英格兰不管在世青赛 以及欧青赛 都取得了特别棒的战绩 这就是他这一波人才 该出成绩了 第四 也就是我看到他的最根本 和勋 英格兰只要不换索斯盖特 意味着他打打法永远是这么的狗 这么的保守 反而这种保守造就了他整个 就是输不了球 这就很夸张 我给大家举几个细节 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都在骂他 所有人在骂他 我看他比赛我也骂他 他在整个欧洲杯期前 每一场比赛要不就弹比弹 要不就一比零 我就不多赢 让所有的粉丝 球迷打到顶峰的一个 骂他就是哪一场 大家就要打丹麦 打到加时赛已经一比零领先了 前场四打二了 然后他不进攻了 就把球给角西取代 完全可以打反击 四个人打两个 他就不打了 反而这么越狗 他在周济大赛踢他时候 反而越害怕 这就是英格兰最恐怖 尤其大家经常会说 什么赖斯菲利普斯这种双后腰 你自己踢的 这只年轻人该有活力 怎么踢的这么保守 他就给你保守 他就不提送 所有人都想着英格兰 应该在欧洲杯期间 有一场四五比零的这种大事 但他就是给你一直不出来 就是一比零零比零 这就是综上所述 我看好英格兰的一个原因 那么最后还有个第五点 他能用欧洲杯决赛 这样的超级大舞台 去让拉什福德萨卡 去磨练内心 那么明年这些小伙子的心理 台阶会在上一个层次 这就是英格兰恐怖之处 我们把对于他的反感 跟他基本的实力要分开 这是小企客的认知 欢迎大家互动 感谢大家 拜拜